明年中法将迎来建交六周年 我相信文化在未来的中法 全面在未来的中心关系的关系 仍然会发展的特色作用 我相信年2024会议会一年重要的 专门内活动场 中间的途律 和拙体性游戏 但我们也在理解上的行为 我们都清楚领细的 经营细的其中间不繁稳学 看来看到的观点 我去法国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我的运动生涯的后期 很多的事件包括很多的场景啊 经常也都会仿佛的回忆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 我们我们来帮助你 然后我们来帮助你 这些优优的优独 在孩子们和在孩子们 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快的发展 我们非常感兴趣的 我认为这会是一个美丽的年 的祝福和友谊之间 我希望我们可以祝福和我们的友谊之间 在各方面的经济和文化 共情建交甲子 祝中法友谊历久没心 中法两国人民友谊长存 起来 Listening 我必须描了 io 明伽 是 王 Jo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